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第九集 侄子先动手了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龙基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太平公主与李龙基 孤直斗法 水火不容 意识到侄子李龙基对自己的威胁之后 太平一直想着办法压着李龙基上位 阻挠他当太子登皇位不成之后 太平竟然想到了让太上皇李旦 把刚登基不久的皇帝调到边疆去 年轻的李龙基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治国理念 当然不能够任由姑姑一直挡在前面 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不断的升级 孤直双方应该都有除掉对方的想法 但是因为父亲李旦的健在 李龙基也不敢对姑姑贸然动手 直到先天二年 也就是公元713年的7月 玄宗率领晋军闯入太平公主的府地 发动了史上著名的先天政变 当初太平公主与李龙基的名政暗斗 大臣们全都看在眼里 吏部尚书宋景与兵部尚书姚虫是李龙基这边的人 早在景云二年 也就是711年的二月 他们俩人秘密的向瑞宗进言 说呀 皇上您看 宋王李承契是陛下的嫡长子 兵王李首领是高宗皇帝的长孙 太平公主在他们俩与太子之间互相构陷 这样将会使得东宫地位不稳 请陛下将宋王和兵王两儿外放为刺史 免去齐王李荣范和薛王李荣业 所担任的左右宇林大将军职务 任命他们为太子左右卫帅 以侍奉太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建议 诸位亲王与驸马一律不得统帅进军 在进军任职的呢 都必须改任其他官职 这就是从任官的角度 保证了进军掌握在谁手中 掌握在李荣基手中 这也是为了防范皇室成员的潜在威胁 瑞宗在听到前面的安排时啊 是紧闭双目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的不悦 但是接下来宋景和姚崇建议陛下 将太平公主与驸马五游记 安置到东都洛阳 当听到有关太平的安排时啊 瑞宗一下激动起来 大声呵斥道 朕现在已经没有兄弟了 只有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 怎么可以将她远远的安置到洛阳去呢 如果太平被安置到洛阳 就会远离权力核心 这样呢就不会对太子李荣基的做法指手画脚 这件事呢很快就被太平公主得知 太平呢是勃然大怒 并且呢以此来责备李荣基 李荣基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心里想啊 在这几股眼上 姚崇和宋景也太不会做事了 本来是想试探一下瑞宗的反应 没想到呢用力过猛 李荣基担心会落下不孝的名声 于是呢 他就赶紧向父亲瑞宗赔罪 说呀姚崇和宋景 挑拨自己与姑母 太平公主 以及兄长之间的关系 请求皇帝对他们严加惩处 如今27岁的李荣基 已经登基快满两年 本来雄心勃勃的李荣基 从小就以太爷爷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 他渴望尽早建立属于自己的丰功伟业 但现在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皇帝 朝政还把持在父亲和姑姑手中 自己提出的改革措施 屡屡遭到姑姑的反对和阻挠 姑姑已经成为自己施展政治抱负 开创基业的绊脚石 那么在妹妹和儿子之间 太上皇李诞 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在太平的影响之下 太上皇李诞 在李荣基登上皇位一年的时候 曾经发布过让他去边疆戍边的告令 这说明自己还不是令父亲很满意 也许戍边就是废地的暗示 因为一旦废地就意味着只有死亡的下场 这个时候自己登上皇位也不过是只有两年 在这两年之中改革屡屡受阻 自己也没有完全的掌握朝政 此时的太上皇李诞介于退位和半退位之间 早就知道妹妹与儿子有矛盾 在李荣基和太平之间呢 李诞遇事迁就 采取不偏不移 摆平双方的这种平衡政策 不愿意也无法偏移任何一方 瑞宗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耍起了太极功夫 希望能够在儿子和妹妹之间 找到政治合作的共同点 希望彼此能够和平相处 瑞宗在位时 他的年号为太极 后来呢又改为了言和 一个太极 一个言和 多多少少表达了他的这种期盼 但是啊 政治斗争的法则 是他的这种追求呢 化为泡影 这两年来 瑞宗完全没有意识到 太平与李荣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两人之间的关系 剑拔弩张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太平公主跟李荣基的意见分歧 不光是在皇室内部的问题上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 但是人们最关注的是 整对励志 意志 佛道势力 限制宗室的权利等方面 李荣基啊 都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他是在打革新的组合拳 而太平呢 是既得利益者 他当然要强烈反对 比如说 意志佛道势力 太平呢 一直非常热衷于建造寺庙 超度僧人 而且还结交了一批僧道势力 如果说意志这些势力的话 他上哪去捞钱呢 瑞宗即位之后啊 颁布了禁止私度僧人 剪阔四贯的斥令 太平呢 是竭力反对 后来呀 这个斥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太平跟李荣基争斗的过程中 瑞宗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 他呢 时而接受李荣基的建议 时而袒护太平的利益 所以呀 各项改革的结果是有始无终 瑞宗的出发点是照顾亲情 既不希望伤到儿子 也不希望伤到妹妹 然而 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一场政变的到来 公元713年7月3日 李荣基终于对姑姑动手 按照正史记载 太平公主密谋发动政变 而且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但是政变计划被提前泄露 李荣基提前行动 希望歼灭太平公主的势力 但是对手是权倾朝野的姑姑 李荣基如何取得政变的成功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 不太平 第九集 侄子先动手了 先天二年 也就是713年的7月3日 李荣基率领亲信 李令问 王守一和宦官高律士 发动了宫廷政变 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宫廷政变 这一次政变 他的对手是曾经的盟友 自己的亲姑姑 太平公主 三年前是为林姿王的李荣基 曾经与太平联手诛灭韦氏与安乐公主 亲自辅佐自己的父亲瑞宗登上地位 李荣基以瑞宗第三子的身份成为太子 而太平公主呢 则以仗以夫之功掌握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 然而风云突变 太平与李荣基之间的权力争夺 在两年之内盟友变成了政敌 正史资料对于先天政变的起因 是倾向于太平公主密谋发动在先 李荣基应对在后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在政变之前 太平公主的势力那是不可小视的 按照自治通鉴的记载 太平依上皇之事 善权用事 与上有戏 宰相七人 五出其门 文武之臣 太半福之 意思是说呀 太平倚仗 太上皇 瑞宗的权势 善权专政 于李荣基呢 有矛盾 但是啊 宰相七人之中呢 有五位是出自太平的名下 文武大臣中的一大半 是属于太平的势力范围 史书记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太平公主计划 先发制人打击李荣基 他首先与窦怀珍 长元错 僧人会范等商量计策 然后呢 太平公主啊 又与宫女原氏合谋 准备再敬献给李荣基服用的赤剑粉 也就是天马粉中啊 投毒 史书并没有记载宫女投毒 为什么没有成功 但是李荣基这边呢 却是一副被动迎战的态势 开元元年 也就是713年的6月 中书侍郎王居 对李荣基禁言说 形势已经十分紧迫 陛下您不要再等待了 是时候迅速行动了 荆州长使崔日用 在入朝上奏时啊 对李荣基说 太平公主图谋叛逆 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当初陛下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 在名分上还是臣子 如果那时候想铲除太平公主的话 需要实用计谋 但是现在呢 陛下您已经是全国之主 只需要颁下一道制书 哪有人敢抗命不从呢 如果犹豫不决 万一邪命之徒的阴谋得逞 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呀 李荣基听到这儿之后啊 表态说 你说的非常正确 只是朕呢有所担心 担心这样大动干戈呀 会惊动太上皇啊 史书记载 在先天二年的七月 太平公主图谋政变 与窦怀珍 肖志忠 崔石 惠范等人商量 准备调派军队 从北面和南面包围皇宫 其中呢 雨林军从北面出发 南亚禁军从南面出发 当时的长安城啊 是相对封闭的城 以朱雀大街 坐于中轴县 皇城呢 位于都城的北面 如果按照太平公主的计划 李荣基是很难逃出 被俘的下场的 可是呢 还没等太平公主 实施他周密的计划 一个消息传来 市中 梁国公 魏之谷 向李荣基提供了一份 绝密情报 告发太平公主将于 本月四日发动叛乱 我们无法知道 魏之谷是如何截获 这份情报的 但是这份绝密情报 将太平公主的作战计划 全部泄露 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 得到消息的李荣基 决定与齐王李范 薛王李叶 兵部尚书 郭元镇等人商量 如何应对 他们呢 都建议李荣基率先下手 诸厨太平公主的行动 已经见在弦上 七月初三 李荣基决定出兵 为了不打草惊蛇 悄悄地通过一个叫做 王毛仲的人 调用贤迹中的马匹 以及进兵约300余人 从皇帝办公的场所 也就是武德殿 进入强化门 首先呢 召见太平身边的人 常元错和李茨 他俩呢 根本就没有防备 还以为是正臣的召见 没想到啊 刚刚见到李荣基 就被迅速地斩首 第二步呢 李荣基安排精锐力量 在内克省 迅速逮捕了太平身边的大臣 贾英福和李游 太平的另外两位谋臣 萧志忠和陈兮 在朝堂上被逮捕 李荣基呢 迅速地将这四个人 一起斩首 最后一步 目标是太平的心腹大臣 窦怀珍 说来啊 还是窦怀珍非常的激紧 快速地逃入了成豪之中 眼看自己大势已去 性命不保 窦怀珍呢 选择了自意而死 在窦怀珍死后 唐玄宗下令 展露他的尸体 并且呢 将他的姓氏 改为牢氏 明显带有污辱的意思 当李荣基率领的进军 闯入太平公主的府地时 太平始料不及 没想到李荣基 先下手为强了 太平迅速地通过 公主府地的后门 先掩护 后伪装 成功地逃入了山寺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荣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 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 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 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 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李隆基针对姑姑发动政变 如此惊天的消息 传到太上皇李旦那里 他该如何应对 如果只是针对太平的政变 太上皇李旦又为什么会交出手中的权力 正是记载的背后 是否有被掩盖了的真相 逃入山寺的太平公主 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九集 侄子先动手了 政变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太上皇唐瑞宗耳中 瑞宗非常的震惊 亲自登上成天门的门楼瞭望 这时候啊 早就跟李隆基沟通好了的兵部尚书郭元振 上奏唐瑞宗 郭元振的故意隐瞒事实说道 皇上只是奉太上皇之命 诛杀窦怀针等奸命之臣 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啊 郭元振打着保护瑞宗的旗号 在中枢省守护了14个日夜 后来呢 还因为这个事 郭元振被封为代国公 不过我的猜测是呢 郭元振说是保护瑞宗 实际上那是防着瑞宗调兵遣将 如果瑞宗一旦派兵镇压 事情的发展就不好控制了 从这点上来看 李隆基做到了未雨绸缪 在细节方面考虑的是滴水不漏 唐瑞宗当然不傻 他心里明白得很 八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705年 当自己的母亲武则天宣告退位之后 三哥李显 在众臣的拥促之下 不是也向母亲逼宫吗 瑞宗心里有一面明镜 李隆基虽然是排行老三 虽然是妃子所生 但是他有勇有谋 在他身上重复着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同样是以公居位 却又不甘心权利受到某些人的制约 瑞宗觉得历史在自己眼前 再一次重复上演了 于是瑞宗被迫发布告令 公告天下 首先是一一列举了 逆臣窦怀人等人的罪状 并且宣告大赦天下 逆臣的亲属不再赦免之列 在政变的第二天 瑞宗下诏 军国大事全都交给皇帝李荣基处分 到此为止 瑞宗再也不想冲当儿子全面掌权的绊脚石 主动交出了所有的权利 正史记载 先天政变是因为太平公主密谋造反在先 得到消息的李荣基出兵镇压在后 那么历史真相是否真的是这样 从太上皇李诞在政变后交出权力来看 唐玄宗李隆基的目的显然并不简单 先天政变中 太平公主匆忙逃往了城外的寺庙 但她又能在寺庙里躲到什么时候呢 危在旦夕的太平公主 在城外的山寺中躲了三天三夜 她一定是在伤心恐惧 与懊悔等复杂的情绪之中度过的 这三天之中她究竟想了什么 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是三天之后 她还是自己走出了山寺 经历过权力斗争血雨兴奋的太平 明白自己最终无法跟命运抗争 也许经过三天的思考 她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她在想 也许自己的四哥 如今的太上皇李诞会保护她 也许侄子会看在亲情的份上 免她一死 于是太平鼓起勇气 怀着侥幸的心里走出了山寺 说到这里 大家难免会有一个疑问 太平公主在朝中有实力有人脉 可能呢 也一直在准备着发动政变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关于太平公主 是否真正策划阴谋造反这一点 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的疑问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她与李隆基是正敌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不可能没有谋反之心 但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以太平公主在朝中完全占据上风的局势 和她多次成功政变的经验 她若当真谋反 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李隆基评定 其实历史的真实场景只有一个 由于时间久远 无法完全还原 在政治事件的研究中 我们要分清历史的三个面向 第一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第二 是当事人的经历与回忆 第三 是后人建构的历史叙事 作为一千年之后的读者 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文献资料 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历史跟真实之间的差异 我想啊 先天二年七月 史料记载中 玄宗消灭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 很有可能有被隐匿的历史真相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故事可以发现 正史的记载有其特殊的书写方式 有些人呢 生活在明面上 他的形象非常的高大 比如说唐玄宗李荣基 他从七岁开始就意气风发 说朝堂是我们李家的 当了太子之后呢 对于父亲的善让坚决请辞 你看我自己对权力根本就没有兴趣 在姚崇玉宋景建议将太平公主 安置在洛阳的时候呢 说不定啊 这本身就是李荣基的授意 但他呢 又假意指责姚宋二人 在密谋逮捕太平的心腹窦怀真时 李荣基呢 表现出唯一的担心 说是怕吓着自己的老父亲 等到箭在弦上 要杀灭姑姑时啊 也说姑姑不仁 密谋在先 自己起兵是迫不得已 我们应该注意 李荣基当了44年的皇帝 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影响历史的编写 甚至呢 给史书的编撰定下最基本的论调 与生活在明面上的人相比 有些人呢 生活在光影的暗处 比如说太平公主 他最终无法辩解自己到底有没有密谋政变 而且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么走出山寺的太平最终是如何死亡的呢 哥哥李荡 为什么不能保住他的性命呢 太平的一生堪称传奇 又如何栽在了自己侄子的手中呢 为什么随着太平的死亡 女性在政坛上的声音越来越弱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坐上皇位还不到两年的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 太平虽然当时没有束手就擒 但最终还是被侄子死死 那么李隆基为何宁愿背负不孝的骂名 也要把与国有功的太平置于死地 明天的节目里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十集 奔赐白铃